射箭國手湯志軍這回瞄準的不是十分靶心 這箭飛越三峽老街 最後射穿兩個金牛角 湯包還現場咬了一大口 能在不管什麼地方不一定要在場上 或者是說在比賽之後才能讓人心定下來 湯志軍這意思就是不管在哪都能是神射手 不愧是拿下東奧射箭男團銀牌的三帥之一 四月份為全運會拍廣告 湯志軍身為三峽人也趁職狂吃金牛角幫忙宣傳 像我們比賽公就是棒速比較強 所以打出去的力道比較大力 所以在這種箭會比較軟 所以打到榜上的時候箭都會完全變形 因為不是用比賽的碳纖維箭 加上這弓一拉開拉力就要二十多公斤 也難怪箭會彎曲變形 這回新北市為了宣傳全運會 找來在地奧運國手 英哥則是派出女拳棘手 拳擊國手林玉婷帥度破表 跑到英哥陶瓷博物館出拳擊碎瓦片 為了在鏡頭前完美呈現 除了上妝set 就連灰漢畫面也都要先用噴霧罐 讓水珠乖乖就定位 自己可能也蠻常在看一些電影之類的東西 去詢問一下導演他希望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模擬出導演想要的那種感覺 然後去把它做出完整 林玉婷說這是他第一次戴著拳擊手套去打破瓦片 跟拍攝團隊試了好幾次 才成功拍出瓦片四歲畫面 展現運動員的毅力決心 就算是拍宣傳片也要做到完美 TVBS新聞張張宏 黃軍衛星美食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